今晚矛盾对决的双方是亚洲首席大力士和稳如泰山的泰迪大师 上天是一个我无可否认的力量 我可以推动任何人 除非他是神 推力是大力士运动用最重要的部分 而我是整个中国大力士运动最强的部分 大力士运动我 不可能 以我的功力 不可能推动我半步 于是产生了一个疑问 当一位力量最大的首席大力士 碰到一位拥有千金锥武功的泰迹大师 究竟是能推动还是推不动呢 冲击矛盾的对决就此展开 神与正风 就是立法三系 弃盖式的项羽来了 他要推不动 他是中国当代的张三丰 真正的太极宗师 陈世太极第十一代狄宗传人 66岁的陈小旺 最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陈小旺与成龙李连杰并称为中华武术国际知名代表人物 俗话说天下太极归陈世 陈世太极权是中华太极权的根源 我是陈世太极权的代表 他可以轻松地做到四两拨先行 一拥金 甚至只用一条腿 这就是文明天下的先精锁 看似简单 却需要有着深厚的魅力 谁来给我 一拥金 一拥金 什么 对手气喘吁吁 他居然还能这么轻松自如 一拥金 好 加油 陈小旺的战中功真的那么厉害吗 多年通过战装练习 把身体练成一个能把他的力量 通过我的身体谈到地上 千斤坠推不动的原理是什么呢 在使用千斤坠时 上身和双腿形成一个稳稳的三角形 通过内力的调整 把身上受到的推力 分散在两条腿上 再传入地下 只要三角形不散 就能稳如太深 这位柔道选手就是导演组 请来的重量级测试嘉宾 石尘阳身高1米93 擅长柔道摔跤 他的体重会是多少呢 竟然将近360多斤 360多斤的体重 加上柔道专业的手臂力量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 我现在我要使用权力了 比试开始了 陈小旺整整比柔道选手矮了一个头 体积小了一圈 柔道选手斗大的汗珠流了下来 双脚在地上滑动 面部开始猙獰 第一个测试结束 朝重量级的柔道选手 都无法推动陈小旺老师 太极就是四两拨切斤 我不可能推 如果换成20个人同时使力推呢 带着这种人海战术的想法 导演组在太极活动现场 找来了20名强壮的男性 作为陈小旺本次测试的对手 粗略算了一下 20人的体重加起来 能有3000多斤 陈小旺能交加得住吗 为了先试验一下 20人的推力到底威力如何 我们决定还是让节目组的测试员小胖献上 30%啊 面对这件事 小胖十分紧张 在20个撞丁 还没有完全使力的情况下 结果是 小胖变成一个弹出的肉球 连肚皮上都被推出了一个鲜红的手掌印 轮到陈老师登场了 连小胖都被推动的那么远 他能抵挡住这20人的力量吗 轮实有没有问题 有 有问题 我们就20个人一起推过 所以大家先用一半力 为了安全起见 还要求大家先使用一半的力气 2 3 比拼开始了 20名壮汉一列排开 像推墙一样去推陈小望 几名壮汉应用力而双手发抖 20名壮汉散开一片 竟然没有把陈老师推动半步 让汉并不服气 要求节目组再来一次 此时年势已高的陈老师 似乎已经有些疲惫 还能不能往上加呢 好 反正是百四十 这一次 年近古兮之年的陈小望 能否顶过这番车轮战呢 2 3 开始了 他全身绷得紧紧的 壮汉们压低了重心 支出了全身的力气 连表情都开始扭曲 前排的壮汉因为推力过大 而挤成一团 最后 帅的四角朝天 大家不得不佩服陈老师的真功夫 真是难以置信 二十个壮汉都不能撼动 年近七旬的陈小望 他的千金坠 经受住了考验 当我发力战装的时候 我的双脚 像树根一样 扎进大地 神与争锋 他是力量赛场上的战神 是叱咤风云的巨无棒 是东方最有力量的男人 他就是亚洲首席大力士 三十四岁的中国人 龙武 力量对于我来说 是我的天国 动量是一样的 都是一百零万公斤的 无可匹敌的神力 让龙武成为中国 唯一拥有大力士王称号的男人 练就龙武如此神力的秘密 又在哪里呢 我每天早晨呢 一般拿的是二十个鸡蛋左右 十个生鸡蛋 把秘密的脑打到一个碗里边 他喝了 很容易呢 这个和喝一样一模一样 龙武今天的任务是 在长四米的车位 停进一辆长三点七米 重一点二吨的汽车 除了漂移高手 这绝对是一项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面对绝对不可能停进的车位 龙武究竟会使用什么方法呢 政治体温暗逸 你以為是太短了你 你以為是太短了 在這 找到 1.2吨重的汽车 最近就靠他的双手 抬了起来 龙5再一次展现了他的超强秘力 行吧 这种停车方法也太霸气了吧 难道没有测试能难得住龙5了吗 这次龙5要面对的是超过两吨的箱形货车 节目组会在采取特殊保护的情况下 测试龙5的身体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它能用自己的身体撞坏货车吗 体重超过200斤的小胖 在两吨的货车前被一次次弹开了 而车子只是因为摇晃了几下 可见单凭体重是无法对汽车的外形造成任何冲击的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身体撞击坚硬的汽车钢板 和小胖不同 龙5显然有备而来 他也想知道 自己的身体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龙5能成功吗 龙5的第一次撞击就让车玻璃完全本身 车本也完全凹陷下去了 龙5却还没有停下撞击的脚步 似乎他还有更大的能量造成汽车的走毁 车门的光良已经完全变形 很快 第三次 第四次 如果不是车内的座椅阻挡了龙5的冲击 那这辆车的损毁将远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觉得像我这样的冲击力 一个70岁的老头 能进得住这样的冲击吗 当然进不起 你那么厉害 拥有一个无尽不摧的屈体 没有人能抵御得住龙5的冲击 龙5成功挑战了一系列高难度的测试 但导演组还不死心 为此专门设计了一项最终测试 师傅 这个车有多动啊 25吨 25吨重型卡车 而龙5必须要拿出它最强大的推力 推动这辆巨无霸前行100米 是不是能看起来冲击力这么强的 今天是第一次 那一般的人你能够做它吗 我想不太可能 其实能推动的话 还要终于干什么 首先要我们来看看这辆车有多重吧 我不相信它能推动 天哪 这么多人都无法推动这辆重型卡车 这不禁让所有人对龙5的推车测试捏了一把汗 对于亚洲首席大力士来说 推这么重的卡车也是它之前的职业生涯没有过的 刚才那么多人都没有推动这辆车 您觉得您有没有提醒 肯定没问题 30吨以类的车子在我手里边都是随便推动的 3 2 1 走 龙5开始了 卡车能够移动吗 天哪 卡车的轮子开始动了 如果平时要启动这样一辆10个轮子的重型卡车 卡车需要配备至少10升以上的柴油发动机 这可相当于8辆小轿车的动力 伴随着龙5的吼声 25吨的卡车缓缓向终点挪动 这速度比之前还快了 驾驶室是没有司机的 25吨汽车的推动力全部在龙5的手臂上 无比惊奇的路人们也在默默地为龙5加油 龙5停下来了 是放弃了吗 确实有点陈我 确实有点陈我 有点陈我 我正许在 他退了 没有放弃 继续续续 他决定完成最后的30分距离 路边的群众越来越多 都觉得眼前的场面让人不可思议 好 车头已经压过终点线 再加把劲 就能完成这项高难度测试了 成功了 全部成功把25吨重的卡车推到了中间 完成了这项超级任务 连25吨的汽车我都退不动 我相信我退不动任何人 除非他是神我 这项就是亚洲首席大力士 龙5的超强推力 谁与争锋 上天资予了我无可否的力量 我可以推动任何人 无非他是神 大力士想推动我 不可能 亚洲首席大力士 和稳如泰山的泰极大师 究竟是能推动 还是推不动呢 谁与争锋 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 大力士龙5自信满满地走向对决场地 而泰极大师陈晓旺和他的弟子 已在此等候多时 穿着大力士王的冠军披风 龙5有着志在必得的气势 陈晓旺率先细身 龙5也迎上前来 轻轻地鞠躬 中国太极大师 与亚洲首席大力士的见面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大师好 你好 小子龙5 大力士 今日向您吵架 还望您不令赐教 我就是陈晓旺 陈晓旺人 学台机权 练得不好 不过我看 你不是我的对手 陈晓旺的对话 没有任何谦让 龙5的表情很不自在 帮忙过来吧 好的 我会尽全力 世纪的对决 大力士王与太极大师的巅峰之战 谁会笑到最后 谁与阵风 对决规则 太极大师陈晓旺 站在直径两米的太极八卦图中 用太极战装的姿势 迎战大力士龙5的全力推手冲击 再次采用回合计时制 每回合一分钟 三个回合内 如果龙5能够把陈晓旺的脚 回出太极八卦图 则龙5获胜 反之 如果三回合内 陈晓旺的脚没有离开八卦图 则陈晓旺获胜 这一个不到四平方米的太极八卦图 决定着太极大师陈晓旺 六十多年的太极荣誉 对大力士的进攻 或是完全有信心 是陈晓旺现在看起来比较敦实嘛 但是我觉得毕竟他年纪跟我相差那么多 而我现在正是血气方丈的时刻 我觉得应该很容易吧 让他方丈过来 龙5解开了自己大力士王的冠军披风 职业历史荣誉也再次一战 这就是亚洲的首席大力士 老师 你好 第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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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 龙5解压跌了重心 吃出了惊人的力量 全身以冲撞姿势 对抗陈晓旺 而陈晓旺也开始变得满脸通红 正承受着普通人类无法承受的冲击力 连受力点触的胸口都已经变形 双方的徒弟们也看得很紧张 此时陈晓旺的脚步开始向后滑动 左脚已经打在发挂图的边缘 随时都有被推出圆圈的可能 京都念在案提醒您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被推出圆圈的可能 谁有风 等你见证 谢谢今晚大 扬出圆圈的可能 时间到 好险啊 先军以法的时刻 陈晓旺守住了第一回合 龙武看起来很不服气 而陈晓旺也算是涉险过关 年近七十的他 还有体力应付接下来的挑战吗 陈晓旺常说一口气 第一轮的对决 让陈晓旺已经耗费了大量元气 太极战装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首次敲锋后 双方会怎样评价对手呢 第一是权力 第一是权力 没想到龙武是陈晓旺 第一个尽全力面对的对手 丝毫发不住力量 一瞬间的时候 这个力量总是会在身上滑倒 他的力量虽然是很整很大 是蛮力量 因为我觉得刚才是第一次 他这种接触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力量 跟我们的直线性力量的一种区别 我可以以柔可告 虽然伤到元气 但陈晓旺依然信心满满 而他不知道的是 龙武已经改变了战术 他重心本来就别了 他重心再大动 让他重步一下 这个是这样这个位置 那这次呢 我会把手掌掉往下 对 这回我觉得可以尝试 用一定往上抬的那种力量 就是减轻他对整个地的一种 下这个力量 对 面对这样的变化 他能应付得了吗 第二回合 计时开始 龙武果然如之前设计的战术一样 把脱力点放到了陈晓旺的腰间 把脱力点放得更低了 陈晓旺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陈晓旺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陈晓旺的左脚又再次靠住了图案的边缘 大力士的巨大神力 能够战胜泰极大师的泰极战装功吗 好险手的脚 泰极女士 说好不动了一下 好 加油 终于这个海星的三天 感觉对方怎么变 随时又变 没想到陈孝旺通过调整身体中的气 他要重新把快出边界的左脚 成功挪了回来 时间到 第二回合 陈孝旺再次涉嫌守住了擂台 大力士王差点把泰极大师推出圈外 证明龙武强大的人间神力 确实很难阻挡 只有最后一轮了 刚刚离成功咫尺之摇的龙武 不想出对付泰极的新办法吗 这次的力他大不大 大 他使了几分力 十分之 那力 他谢我的基本的都道给他 他虽然写了钱 他特别 所以刚才在转弄的过程中 我实际上在改变部分 刚开始的时候 我现在右侧 等到我后来转到他身体的右侧的时候 怎么要身体 很大力的化妆 因为有的时候 他不是装满意 他会变得 他变得很快 如果说变化的越单一 他就越容易化解 但是我只要他转动速度足够快 把最大 最大的掠视就在于他的反应 对我看 那是他定的力 你怎么办呢 他定我的力 只要我的速度 移动速度足够快 他的反应盯不上我的车位 下局 肯定能追到他 我知道最后一轮更兴奋 我心里有点 所以我对于上次转弹 下局发力 我才能再慢 下一次再快点 加油 所以我相信下一局 我肯定想 经过两回合的比试 双方对彼此的特点 都了如指掌了 龙武找到的陈小望弱点 会起到效果吗 陈小望的体力 能否坚持完最后一轮冲击呢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加油 最后一轮 计时开始 会后一轮 龙武像一头愤怒的公牛一样 不断地从各个方向 冲击陈小望 陈小望的脚步 又开始往后退了 可以想象 此时陈小望的体内 运渐了多么丁人的超大气场 不然 肯定没有人能抵挡龙武 这种魔兽般的距离 只剩最后十秒了 龙武能挑战成功吗 还是陈小望 降到最后 直接到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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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功力也很整 三十多年来 我遇见功夫最整的就是你 你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以后 寒问您我 多给我执教执教 谢谢 最后结果 太极大师 陈小望 获胜了 陈小望用千金罪 守住了太极的荣誉 我们中国谈论武部 国大精神 而且太极强了 这种本身就是相变 很神秘 高升人 能有这样的一个 太了不起 而且 作为陈老师 已经七十岁的高龙了 而我是正当壮年 所以我是由衷的佩服 让我们再次为两位 顶尖老师的执着 比赛精神而鼓掌 今天的声音者就是 太极大师 陈小望 京都念词案提醒您 不要走开 下期精彩 提前看 我拉动陆地上 力量最大的大象 对决二 以方是可以